时间进入到了9月 除了不少科技新品会相继发布以外 虽然玩家们关注的 还是显卡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原价 而依照目前的行情来看 要想买到原价显卡 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等待 但不少的等等档 其实已经在期待RTX40系显卡的到来了 除了其性能将会有望翻倍以外 制程工艺终于也是换到了台积电的5纳米 而RTX3080Ti还将会推出20GB显存版本 至于更加详细的情况 这个人超级客 来看看吧 其实大部分的玩家都知道 距离去年9月2日的30系显卡正式发布 已经整整过去了一年 而在这一年的时间里 从起初的缺货涨价官方耍猴 再到如今的矿工疯抢建商团货 显卡的价格可为一直都没有平稳过 几乎是跌了又涨涨了又跌 而买显卡这件事也被不少玩家笑称为理财 毕竟买到就是赚到 但也正是因为如此 绝大多数的等等档 对原价的30系显卡已经失去了耐心 并开始期待NVIDIA的下一代产品 RTX40系显卡 而关于40系显卡的消息 我们在此之前也讲解了多次 其架构代号为AIDA Loveless 旗舰型号将会基于AD102核心打造 拥有12个GPC图像集群 72个TP生物力单元 以及144个SM流处理器单元 配合位宽为384bit的GDDRX显存 显存频率约为2.2GHz 浮点运算多达66T浮点 光耗为420W到450W 同时前还将内置多达18432个Kuda核心 这比目前3090的GA102核心 大约多了75% 预计性能将会获得翻倍的增长 除此之外 据著名爆料者Kimi表示 RTX40系显卡的AIDA Loveless架构 已经确认会使用台积电5nm工艺 而不再继续使用三星制程 而出于这样考虑的原因 则是目前三星的5nm良品率不到50% 如果继续使用 那么40系显卡的供货情况 将会远不及现在 到时候显卡依旧会是天价 但由于目前台积电已经正式宣布 将会提高5%到10%的5nm芯片代工价格 所以保守估计 40系显卡的定价 将会比目前的30系整体高上一截 国内售价应该不便宜 至于发布时间 由于目前AVIDIA已经预告了 30系显卡将会缺货至2022年 所以RTX40系显卡的最快公布时间 将会是2022年Q4季度到2023年Q1季度之间 也就是还需要等待14个月左右 但根据推特用户Greyman55的最新消息表示 40系显卡有望在明年10月发布 而这也比较符合NVIDIA以往的计划 但如果实在是等不及了 明年的Q1季度 NVIDIA还会公布RTX30系Super显卡 用于扩展产品线 而目前已经确认的 就有RTX3070 Super RTX3080 Super 和RTX3090 Super三款型号 至于这三张显卡的详细情况 大家可以翻看超级科以前的视频了解 与此同时 据Videocast的消息表示 此前预告的RTX3080T 20GB版本 现已重出江湖 而且通过某个品牌的包装盒 以及产品条码来看 这的确是20GB的3080T无疑了 根据测试数据来看 该卡的挖矿算力高达97.790Hz每秒 相比目前3080T 12GB的版本高了64% 也就表明NVIDIA并没有对20GB的3080T进行挖矿限制 看来想要大显存的玩家 现在除了RTX3090以外 又多了一项选择 但买不买得到就要另说了啊 毕竟它算是一张挖矿好卡 当然对于那些玩3A大作的玩家来说 如果现阶段显卡买不到 考虑购买PS5或者Xbox Series XS也是未尝不可 毕竟它们的溢价可没有显卡这么高 所以你的选择是什么呢 欢迎在评论区或大部分上留言哦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运气 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科 我是个祥 我们下期再见